騎士行駛在中山橋上 過一個彎 再一個彎 準備下橋時 就遇到員警設置的零檢點 他趕緊放慢速度 還好沒撞上 另一頭環河快速道路 騎士過彎下扎道時 由於路本來就不寬 員警再擺上九側零檢構式 和三角錐 幾乎只剩一半能通行 像這幾種零檢點 都引起不少名怨 他們會設 一轉上去 就警察會在那邊設九側 我覺得那個有一點小危險了 對應你轉上去 他就站在那邊 而且他是玩玩圈 你就是要一個一個過了 有時候我第一次 我發現有點嚇到 對不對 差點有點來不及 那個牌子放前面一點就OK了 路那邊就應該要放了啦 不然大家都很難殺 北市目前共有17處 連外橋樑零檢點 都設置在下橋後的平面道路 不過像是滑中橋 大稻泉 濱江街 老泉街等處 這些零檢點設置位置 都在駕駛視線死角 距離轉彎處不到30公尺 騎士彎過去 馬上就看到零檢告示牌 其中一處零檢點 就在中心橋下的這個位置 騎士下橋後一過彎才會看到 也因此有許多人覺得會反應不及 依照規定零檢點嚴禁設置在高架道路上方 橋樑上交流道 隧道及彎道處 議員認為這些零檢點不只讓民眾反應不及 也增加遠景執勤危險 在這種地點要設零檢點 那我看來剛剛那就是有的就是在橋樑上啊 那個如果我們都會儲問啦 北市警局也將會要求外勤單位 全面盤點零檢點設置的地點 是否符合執勤安全規定 不讓零檢點成了隱形殺手 東森新聞李漢敬 蔡宇珊在台北採訪報導